今天來講有關於這個彈性波的量子化 那我們上次已經把這個生子的部分 就是它的一些 比如說包括這個Vimiting Cell 一個原子 它的這個生子模 或者是一個Vimiting Cell 一樣的 以上的這個原子 它的這個生子模 我們已經做過的計算 那現在我們來講這個彈性波 是不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它量子化長什麼樣子 或者說它不會量子化 那這樣會叫生子呢 一定是可以量子化 那這次它量子化的數據模型長什麼樣子 你們看一下 好 OK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意思 就是說 根據我們之前算的所有的這個模型 其實讓我們知道 這個這個金閣的震盪 Natis Vibration 它是一個量子化的 好 那在這裡頭呢 這個量子化的能量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生子 它跟光子是很相似 光子是個電磁波 那生子呢 生子在晶零 是一個彈性波 好 那它所遵守的這個量 它的這個模式 可以寫成我們的這個Gibson 等於N加2G x-part 那這個生子你們當然就很熟啦 就跟你們在量子物理學 光是什麼它和量子有關的 那其他這個N是什麼呢 N就是N的Quantum Number 對不對 或者說這個地方呢 由N的生子佔據的這個鈕 所以呢 一種等於N加2分之1 H-part 那這是我們跟這個量子物理 講的光子其實是完全遵守一樣的模式 好 那當然 其中2分之H-part 我們之前講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所謂0-quine energy 對不對 因為呢 不準度 測不準 告訴你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不準度 就是2分之1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 不管是生子 或者是光子 那它們基本上都是所謂的 量子的什麼 鞋認子 光層螃脈 那它們的頻率呢 那它們的能量 還跟倍率呢 都是用N加2分H-part 的量子 所以兩者其實很多相似之處 相似之處 好 那所以呢 我們要去計算 計算這些 所生子它的證符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跟光層 光層螃脈類似 那怎麼樣去計算呢 我們可以計算它的證符的什麼 證符的這個光層分值 還跟它好 明斯堆爾 明斯堆爾 明斯堆爾的值 就可以告訴你 你的這個 生子它的證符頸應該是多少 好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 一個晶體的鑄鍋模型開始出發 來計算它MQ 首先呢 我們的U U是等於U0cosX cosA-P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U啊 是我單位體積元 比如說空間中的一個體積元 空間中的一個體積元 好 好 那這個體積元呢 它的平衡點的位置 我們叫它U 那它可以位移 可以左右位移 那當然U也可以上下位移 U也可以上下 可以上下 可以主機用 看底是很坡坡的 是中坡 好 所以呢 是一個體積百元 剛剛M 單位體積系裡頭 的一個東西 它所發生的就是位移 原則X所發生的位移 好 好 那我們說 假設今天 我們吃一個斜正值的話 大家來看 你學過的斜正值 最簡單就是彈簧 對不對 彈簧的這個能量 U 可以寫成怎麼樣 它可以由兩個部分 所構成 對不對 2分之1 ks18 這個是彈簧的位置 對不對 加上什麼 2分之1 m18 是不是 你學過的斜正值 所以這個斜正值呢 就是彈簧這樣子 那 假設就是它平衡點 那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它的什麼 它的位能最大的地方 對不對 potential energy 最大的地方 那在平衡點的時候 是它的 挺來挺來挺來 最大的地方 但是呢 隨著時間這樣的震盪 你會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動能 跟你的位能 平均起來 應該要怎麼樣 各佔一半 對不對 所以我能量平均值 平均值的時候呢 應該是 我的U 相當於什麼呢 一半的動能 對不對 還有呢 一半的位呢 對不對 平均值嘛 好 所以呢 這個 告訴我們 那都只是彈簧這樣子 所有的鞋子 基本上 大概的概念就是這樣 動能位都一直交換 那平時的時候呢 一人分一半 平均值值也一半 好 那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算啊 算剛剛這個東西 那 升值也是個寫勝值 升值的 在空間中分布的位移 可以解釋 U0cos 可以解釋 好 那這是它的位移嘛 對不對 所以位移 如果我們要去算 它的動能 甚至我們精確一點講 動能密度 什麼叫動能密度 因為這個U是對應到什麼 一個體積圓嘛 對不對 那體積圓 體積上要多大多小 不知道 那我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密度的方法來表示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計算這個東西 它所代表的動能呢 我們用到什麼 就是用密度 體積密度 來表示 那體積密度 表示出來就是動能密度 就是二分之一中 乘上 partial U partial 7方 就是這樣子 好 本來我們應該是二分之一 M V平方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能二分之一的 中 V平方 那這個中呢 跟M差在什麼地方 中 就是什麼 M 除以V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單位體積的質量 所對應到的什麼 對應到的動能 所以其實這是什麼 如果這是動能的話 這就是什麼 動能密度嘛 對不對 這叫動能密度 好 動能密度 好啦 所以二分之一中 B平方 那B是什麼呢 B是速度嘛 對不對 但是有 就基本上可以寫U 一次的溝通能在密度 所以二分之一的溝通 加一次的溝通 好 這個沒有問題吧 所以這是動能密度 好 好 好 這個沒有問題吧 那今天這個動能密度呢 假設我們要去計算 它的這個 整個空間中 整個空間中 一個體積內 它所具有的這個動能值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 示範給它 去對 我應該把它示範起來上面 來 那U呢 等於U0 cos ks cos mgd 好 好 這個要帶到這裡頭去囉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cosks cosmgd cos的ks是什麼 這個是指 我的 假設在某一個暫停的瞬間 對不對 空間中 我的U分部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 這個cosks 很高興的 我在空間中的分部 隨著x的變化 那它在哪個點 它的高度是多少 對不對 那 t呢 假設我時間在往上走 時間在往前走 比如說這個 好 時間假設這樣走 有話斜斜的 寫下時間是這樣子 這是t的話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可能看到的情況是怎麼樣 一開始這個也是 在什麼呢 在遠點 對不對 可是下一刻呢 我可能是這樣子 那再下一刻呢 我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是從下面出發 好 那因此呢 我沿著時間走去看的時候 沿著時間走去看 沿著時間走去看 我們看到什麼呢 沿著時間走去看 我們看到什麼呢 沿著時間走去看 我們看到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好 那某一個時間停下來了 我從這樣截條線 我看 這樣看過去 我也看到空間中的正乎是這樣子 好 好 那因此呢 我們要計算 正在去計算全部的這個能量的時候 我必須要沿著空間去做清分 我也必須要隨時去做清分 好 所以呢 所以我們第一步 先 假設我們現在經典體是v的話 那我總動能呢 就是把它對v去做清分 也就是說 對這個cos k 去做清分 好 那對 這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 把它帶進去去做清分的時候 這個帶進去 這個帶進去 這裡頭去做清分 好 那這個微分的這個平方 會是什麼呢 這有cos平方 對不對 u平方cos平方 那cos為兩次 還是cos 對不對 這個k為嗎 這是係數嗎 只是大家都要平方啊 所以其實你會得到 兩個都是什麼cos平方的東西 對不對 只是這裡多了什麼 負號 負號也沒有 負號平方也沒有 變成omega平方 好 這邊會變成什麼呢 微兩次之後變成omega平方 u也平方 oh cos ks平方 oh cos omega t 對不對 好平方 是不是 然後呢 就是基本 這個 第一個 我們先運氣x空間 x的積分 假設我今天把這個x呢 計 就是由零 計到二拍 就是完整的整個空間 計一遍 那我cos平方 呢 計出來的會是多少 cos平方x的周圈 知道 二分之一嗎 對不對 知道為什麼是二分之一嗎 cos平方 計一個完整的周圈 整個二分之一 知道為什麼嗎 cos平方 相當於 半角公式 二分之一 一加cos二分之一 對不對 好 cos二分之一 在計一個完整的周圈 的時候會不見 所以是要二分之一的積分 對不對 所以計出來是二分之一 好 所以我這邊cos的計量 只有這邊二分之一 抱歉 這是為一次 不是為兩次 為一次的平方 這個我剛剛講錯了 這個沒有為 這是為一次的平方 所以是sin 平方 sin 平方 所以cos計出來 變成二分之一 所以呢 這邊呢 本來的 我的二分之一的 這個 本來的二分之一的 周 然後呢 U平平方 都會變成四分之一的周 然後因為計程的體積 反正在Wb Ometa比方 U平方 sin Ometa比方 這是隨QB的幾分 都會有二分之一的下出現 需要我上一個很大嗎 需要嗎 差掉嗎 好 我重新起來在上面 這才好 我們的U等於 Ometa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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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的二分之一的 Row U 多得平方 可以是什麼呢 二分之一的 Ometa比方 U0 平方 Osin X 這個平方 Sine 平方 Ometa比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計一個體積的話 我們可以計這個 二分之一的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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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得平方 這個計出來 這個計出來 會變成什麼呢 二分之一的 Zow V U 多得平方 這個會變成 積分 對不對 那我們計畫面這一堆 可以給二分之一的 Zow V Ometa比方 U0 平方 Sine 平方 Ometa比方 然後去計個 Cos 平方 X DX 這樣子 好 那這個的積分 我計一個完整的周期 等於二分之一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Cos 要給什麼 二分之一 E加 Cos Ometa比 這個東西 那 後面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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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計完這項 會變成 不得二分之一 所以最後一項 多少呢 等於 四分之一的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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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Ometa比方 U0 平方 Sine 平方 Ometa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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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平衡 是平衡 是平衡的 都差不多2字開 對不對 完全沒有負值 都行李有正值 所以這個G 雖然也是2分之一 這記起來也是2分之一 所以說等於 8分之一 Row V Ometa比方 所以時間平均 跟空間平均 算起來 都是怎樣 都是這樣的一個值 都是這樣的一個值 所以最後呢 這個值 就是我時空平均下的總能量 那時空平均下的總能量 有力學模式去算 應該要等於什麼 量子物理告訴你的嘛 對不對 量子物理告訴你什麼 我的能量是N加2分之18 我們講 可是 這個東西是它的什麼 動能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它整理貸 所以它不是N加2分之18 我們講 是2分之一的N加2分之18 我們講 這2分之一是因為它其實有 動能的部分 好 所以呢 這項就相等了 那 因此呢 我們稍微把一下一下 把這一堆除了U民邦之外 都除過來 最高U民邦每4倍的N加2分之18 5分之18 那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告訴你什麼 就告訴你我生子的這個政府啊 因為說生子政府的民邦 可以做什麼東西 那 跟你的什麼有關 我生子的政府 跟你的生子的數目是有關的 其他 它不能變嘛 H大不能變嘛 B就不能變嘛 體積固定的嘛 Om2 所以我能夠變的就是什麼 生子的數目 生子的數目越多 我的政府就會越大 好 這個有一個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OK 那再來我們看Omega Omega Omega的很好呢 因為我們前面在推導這個時候 沒有問題 我們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是Omega平方可以是正或者是負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推導這個時候 Omega可以是正或負 好 好 那 但是呢 因為我們生子的當然是正 Omega 這個平方 一定是正的 但是呢 另外一點 如果你發現 解出來 一定要是負的話 代表怎麼樣 代表什麼 結構啊 已經不穩定 就會崩結了 所以呢 你 這個正跟負其實都有它意義在 正的話代表什麼 正的話代表一個結構是穩定的 負的話呢 結構是穩定 假設每天 不信 你會去做這個固態的理論模擬 你會發現 欸 做的時候會發散 或是會得到負值 這個虛數值 對不對 代表什麼意思 蛤 代表屁如咬夜嗎 沒有代表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萬一不信得到這個的話 你告訴你說 這個晶體怎麼樣 它不存在 為什麼 它 頻率 頻率的平方就是負值 什麼叫頻率平方是負值 沒有人知道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就爆了嗎 對不對 所以呢 正常來說 我們計算通過一方一方 政府 對不對 政府的平方是正的 政府 不但政府不要要正 政府也要是正的啊 對不對 政府是虛數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就跟你們學的樣子錄影 栗子穿透一個 蛤 穿透一個 衛臉的 衛臉的 中間有一段是什麼 虛數 虛數什麼意思 蛤 栗子在那個條端是什麼事情 蛤 蛤 蛤 栗子啊 這樣子 我要穿過這個黑板 好 現在它的機率在中間 可是這個機率值 居然有虛數啊 那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誰知道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 那是什麼意思啊 這也就是為什麼 量子物理 當時出來 這麼多人會 會挑戰 你明明看 它就過去了 那中間這個狀態是什麼 大家很好奇嗎 對不對 要說你們好奇 那些問題大家也好奇啊 對不對 到現在考慮不知道怎麼回事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這是我們這一次去數 OK 好 所以剛剛講了正乎嘛 對不對 應該知道正乎了 那接下來 看了什麼呢 看了就是我們的 生子的這個動量 你知道剛剛這個正乎 怎麼樣 你要說正乎的平方 跟你的生子數目有關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 這個概念也 也跟你的量子物理很像 量子物理 你的機率 其實是機率5的平方嘛 對不對 機率 真實的機率是機率5的平方 那正乎呢 正乎是生子數目的平方 正乎平方是給生子數目嘛 對不對 生子是個屍體的東西 機率也是個屍體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生子的數目 跟你的什麼 位移 這個位移的平方有關 那 機率呢 跟你的機率5的平方有關 一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再來看生子的動量 那生子的動量又有什麼好處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說我們這個生子啊 生子裡頭的這個動量 它會跟外界裡頭做交互作用 不管是光子 中子 或者是電子 都會有交互作用 所以光子進去 就會激發我們的什麼 光瓶子 對不對 我剛剛講過嗎 光瓶子是什麼 正負電而交互的時候 電子負進去 就怎樣 它就才會吸收 或者等一下就起來光瓶子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中子打進去之後呢 中子打進去之後 它可以看到 光瓶子生命值 都可以看得到 中子打進去就有點像怎樣 中子打進去就有點像 中子打進去就有點像 撞球啊 反而就打下去 對不對 撞到它 所以呢 它激發生命值 大概一起打 頭下的激導 對不對 那我可能只打到一個 正負電盒 正負電盒在晃動的時候 旁邊的負電盒會受感到 對不對 所以光瓶子生命值 它都可以激發 好 那電子 電子 電子下去 電子下去其實也是類似電磁波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激發它的光瓶子 通常電子都很激發生命值 因為電子能量太高了 通常是這樣子 電子跟光瓶子都很激發光瓶子 好 那我們來看 所以呢 但是呢 因為這個 這個生子它具有動量 H8K 所以它可以跟這些做 做動量手的交換作用 但是呢 客人就講一句很玄話 生子它具有動量 但是生子沒有 這個 沒有實體的動量 它有動量又沒有實體的動量 這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很有趣啦 Fillicom Moment就是 簡單講是真實的動量 它並沒有帶 生子並沒有帶真實的動量 可是這生子呢 又有動量 這一個跟這些交換作用 那你也可以想像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嗎 你可以想像這是什麼 一個東西 有動量又沒有動量 它到底在講什麼 對不對 蛤 這個作者寫的時候 是不是喝醉了 是不是 到底有動量還是沒動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兩句話很玄的意思呢 其實 到底也很簡單 他說 我們的生子 它 不但有這個動量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呢 我們假設以 生子的座標 生子的座標來看 什麼叫生子的座標 生子的座標是一個相對的座標 從磁心來看 假設我有磁心座標來看 這個生子的動量的時候呢 從磁心座標來看 我整個系統 我的生子 的確 應該要有動量 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 這個桌子 這有桌子嘛 對不對 這個桌子 擺在這裡的時候 我敲它 它有聲音 它有聲音 我不敲它其實就有聲音 在旁邊 如果這個桌子 它帶有動量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應該這樣動嘛 有動量它會動嘛 對不對 可是我就是擺在這邊 為什麼它不會動 裡頭生子雖然各自有動量 但是相對執心座標 它的總動量是什麼 0嘛 對不對 所以這也就是這一句話 生子不帶動量 除非K的0 K的0其實就是執心 執心如果帶有動量 K的0就是 從它中心這個點嘛 出發 如果它的執心帶有動量 它本來就有動量 這個桌子就會移動了 對不對 齁 那裡頭可能有一堆 生子它拖一個往左走 一個往右走 總之往左走的動量 就是往右走的動量 一模一樣 所以我看起來還是沒有動量 對不對 好 看起來是沒有動量 可是它有沒有東西在走 有嘛 所以有東西在走 所以我可以跟什麼呢 光子 中子 電子 去做焦度作用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既有動量 又沒有動量 概念是這樣子 執心系統來看 它是沒有動量的 整體是沒有動量的 齁 你的動量只是 你的這個動量 只是兩者不平均所造成的 對不對 齁 所以呢 以執心系統來看 沒有動量 你整個晶體也不會動 對不對 你看 你被一個經理花在那邊跳跳跳跳跳跳 太恐怖了對不對 半夜那邊有點跳跳跳跳 是不是齁 真的 我用電動牙刷 齁 有以前 以前住在外面的時候 齁 晚上突然就 嘶 洗手間就嘶 嘶 就想 嘩 聽說那間太乾淨 齁 怎麼有一間在嘶 震動 而且在廁所裡頭 對不對 你看 電動牙刷不知道怎麼 大概管路他自己就 嘶 就正起舞蹈 嚇一跳 對不對 好 尤其沒有理由不會自己動 沒有理由不會自己動 對不對 所以正常來說 他不會的動量 要不要點意思嗎 他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可是事實上他真的有回應 跑來跑去喔 他可以跟這些東西做交互作用 好 所以特別再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也覺得沒舉得很好 沒關係 他說H2O的分值 H2O的分值的話 輕啦 比如說 輕分值 輕分值他會震動嗎 對不對 所以他作標準可以有個相對作標R1-R2 相對於直心 一邊是R1一邊是R2 對不對 好 這有個相對作標準 好 那這兩者相對的 他並沒有帶線動量 唯一有帶線動量 是直心 直心的位置 直接位置在2-1 R1-R2 其實他有M消掉 兩個輕 兩個輕實一樣一樣 對不對 消掉之後 只有這個直心的位置 他只會震動量 那這個位置其實就是 相當於平衡的地方 所以他講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關於這個既有動量 還有沒有動量的概念 有沒有問題 可以得懂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所以齁 如果是這樣一個概念的話 先就這個動量 可以跟我們例子做交互作用的情況下 我們來討論 他要遵守什麼樣的方針 好首先我們來看齁 這個 這個 我們在晶體裡頭 說很波 他都必須要符合 所謂的這個selection度 我們上次有講過了齁 晶體裡頭呢 波 他必須跟我們的趨向量 相同 他才有辦法代表存在 對不對 假設你跟你的趨向量不一樣的話 你就很難存在 所以 我們說他跟 這個晶體裡頭波 跟電磁波不一樣 因為要知道 晶體裡頭電磁波 中間可以有任意N值嗎 上次有講過嘛 對不對 可是晶體裡頭呢 我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跟這個距離就這麼多 所以我傳遞交互作用的時候呢 我就必須跟你的格子數目 格子的距離 有關 對不對 如果跟他不關的話 就傳不過去嘛 比如說我這裡頭有十個波 跟五個波 你跟我分不出來 瞭解一下嗎 所以他必須符合所謂的 Wave Factor Selection 度 好 那這個Wave Factor Selection 度呢 就是什麼呢 之前第二章講過了齁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閃射光 閃射光的波向量 要等於什麼呢 導金格香量 跟物色光向量的核 比如說我進去一個 K出來一個K段 那中間呢 必須要剛好怎麼樣 剛好都跟你的這個G 跟你的金澤的格點 是一樣的 才能夠傳遞 不然我就會傳遞 這是我們前面講的 Wave Factor Selection 度 在第二章 好 那G呢就除了導金格的向量 那K就是這個 入色光子的多向量 K半呢是什麼呢 閃射光子的多向量 這是我們在前面有講過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入色光呢 他可能發生什麼情況 我們看一下幾個情況 一種情況 彈性的 就是說我入色的光 完全被它 reflection 就是所謂反射 反射 也就是說呢 這個recoil 就是反作 我打下去 我那邊彈回來 所以我得到moment 來拿吃褲 欸